透出云层 太阳露脸 白天台北短暂的温暖 随着东北风逐渐增强 北部云封面又将转为湿冷 在天气方面 北部东北部地区云量慢慢增加以后 断断续续有一些短暂降雨的现象 我们预估北部东北部的低温 大约20度左右 中部和东部的低温21度 因为这次的东北风强度不够强 所以扩散条件也可能不会太好 那中部云封尤其云加南 到高品地区呢 还是要注意空气品质的变化 空气品质不良 西班部地区以及金门17个监测站 PM2.5细悬浮为例 达到子曝等级 环保署各地传回来的监测影像 中南部几乎一片雾蒙蒙 能见度相当低 台湾本岛来讲的话 还是我们自己本地雾染 所造成的累积的这个情形 那金门因为靠中国大陆太近了 所以受到对岸整个区域 扩散条件比较差 所以无缓无累积的这个现象 星期四之后 东北风减弱 各地高温 运气会上升到30度以上 到时转为吹东风 周四之前 甚至到周日 中部以南空污情况 还会相当明显 民众最好减少户外活动 大一新闻消息节 李明华张岳嘉台北报导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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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